最近山上天天下雨摸啥子屎 自己煮了一个突烤箱 今天准备用这个突烤箱 煮一个黄金脆皮猪肘 不小心小伙伴没吃过没 没吃过的 去胸下看 今天给大家煮一半熟 先把这个猪肘给它盖一盘花刀 先买这个胖还有一点肥 腌奶一半熟 锅中香料奶一半熟 就这个水的温度 我们给它煮个几分钟 香料水给它倒到猪肘后 腌一碗上 浸泡一夜的猪豆子 已经充分吸收了香料的味道 温暖一下八十点半 我们再给它蒸点配菜 洋葱和萝卜青菜大地 再给它来半块蒜 把我们的猪肘放上去 嗯 完美 放入喝了是很开心的一种生命调料 放入烤箱 盖上盖子 放入烧好的碳 开口 先用小火 慢慢先给它烤一半熟 我们的烤箱成功烧烂了 感觉效果还不错 切一半熟 皮子都烤脆了 脆皮这个肉 这个肉小伙伴们看到 糕得有点红彩红彩的 有点像本书 其实这个肉已经离骨了 我怀疑烤的时候 绝把那个肉泡成红颜色的 先吃一半熟 这鞋子完全脆了 咸肉 放入烤箱 我做了一个鞠中间 小伙伴们自己在屋子弄的时候 用烤箱就得行 不要说我们大北周到前修了一个烤箱 最后还烧烂了 噢 找不住 找不住 依吃性烤箱